乌克兰这个战争的性质 并不是你给武器就可以逆转的 对 没有办法 因为这还有你的士气 你的兵力 还有你的据点 没有一个项目对乌克兰是有利的 所以我坦白讲 这个就是让他撑到11 12月 那如果川普当选 那就快要结束了 那如果是拜登当选 那就再撑一下下 我认为也撑不下去了 对啊 但是你看要拖多久 这个拖下去真的对乌克兰好吗 真的也值得深思 那亮哥刚才特别提到说 给了这608亿的美元的武器 乌克兰会可能逆转胜吗 现在看起来机会真的蛮小的 这不是我们说的 因为来看到 这个美国自己也有一些相关说法 说呢这个Politico提到 乌克兰走向战败 这个耸动的标题 那当然博恩斯一开始也有说 这个呢在法案通过之前 他就说如果没有给更多援助的话 今年年底前就会失败 我认为这是夸张 我认为大概9月就挂 你意思没有到年底 没有那么久 对 真的撑不住 那亮哥说你给他武器 没有用啊 你有多少人呢 来看到你看这个亮哥不断修出这个表 乌克兰年轻人口真的很少 真的看起来很难过 你看20到30岁是最精华的 一个洞啊 一个凹洞啊 这个凹洞不见了 这一个世代的最精华的男生不见了 你拿武器去打 然后呢又取消了服役36个月撤出前线 官兵就怒喊啊 难道我要打到没名吗 这个就是士气嘛 因为人家本来就想说 我当兵当三年 我就可以拿到退休凤 我现在没有办法退休啊 不打到死 那既然你要我打到死我就开溜啊 难怪逃兵越来越多 我跟你讲我在Telegram 在电讯那个软体啊 Telegram是最多乌克兰跟俄罗斯人在用的 那上面就传出一大堆乌克兰逃兵的讯息 就他根本就不认为这个仗打下去的意义何止 因为你没有办法有中战 因为你没有办法逆转嘛 没有办法逆转 然后你就看到俄罗斯德雷伯尔以东 一口一口这样往前吃嘛 现在就是这样 你阻止不了啊 俄罗斯刚征了15万的兵员 你哪有这种 没这种人啊 是啊 没有办法 我们知道乌克兰其实真的也是打得 我们知道他们士兵真的也是很消忧 但是呢你打了那么久 然后呢你发现说你真的没有办法逆转的时候 又没有中战 我跟你讲啊 乌克兰人口本来4200万 对 打到现在跑光了嘛 现在大概只剩下2400万 对啊 俄罗斯是1亿4000万 你怎么弄啊 没办法啦 你怎么弄啊 对 所以小国对大国真的要有智慧 而不是真的上战场啦 那亮哥呢在他直播也特别提醒 中国大陆现在在两场战争当中 现在看出来国际影响力是越深了 而且成为这两场战争当中意外的获利者 你什么意思 我这个是这样就是 因为德国萧之总理去中国访问嘛 那表面上是在谈经贸议题 结果跟习近平一见面 他就跟他讲说让俄罗斯能够听得进去的 对他有影响的就只有中国啦 有这个分量就听得进去 因为讲白了啦 这个欧洲人真的希望这个战争赶快结束啦 对 那你总不能搞到乌克兰被打败吧 这真的欧洲人也不忍啊 不是不忍啊 你这个讲的太有同情心了 对我知道他要说是会换到我啦 本来就是啊 乌克兰如果是被打败 俄罗斯的军力就直接到你欧洲边境啦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我跟你讲欧洲人超级现实的 是担心我被卷进去 对对对 绝对不是什么同情心 不是什么同情心 OKOK好 所以你看习近平五月要去法国嘛 我相信也是提同样的问题 大国一定会提这件事 就是希望中国积极一点嘛 那我跟你讲啊 只要欧洲人认定 中国在俄乌战争 是唯一可以跟俄罗斯对话的一个国家 那欧洲就会有意愿跟中国维持关系 好 这个就是为什么欧洲 就要表现出跟美国不一样的样子 现在慢慢有迹象喔 对为什么能因为坦白讲 美国人才不care 那个你欧洲继续跟俄罗斯打 搞不好美国更有利啊 美国就更有利啊 你的这些企业外逃到美国啊 是啊 能源那么高 买我的军备啊 他很开心啊 所以我说美国跟欧洲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认为像这样的声音 西班牙也是 对 意大利也越来越是 荷兰瑞士都是 这都是欧洲大国 比较重要的国家嘛 很重要的国家嘛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中美国大陆大概也体会出这个味道 这是有关乌克兰战争的部分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加沙战争嘛 对 谁能够跟伊朗说得上话 中国跟俄罗斯 那美国跟俄罗斯已经拒绝往来了 只剩中国 所以美国只能够透过中国来谈嘛 所以你看 伊朗跟以色列冲突那个时候 美国第一时间就找中国 对 王毅 所以我跟你讲这两场战争 因为它扯到的是中俄一联动 那二跟一啊 刚好就是美国说不上话的国家 谁叫你要这么敌对 没有办法 对啊 这个就是根本性的矛盾嘛 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聪明 就是我也不要让全世界觉得 中俄一是一个结盟 对 中国大陆从来不跟他结盟 对不对 那你如果真的结盟 那欧洲人怎么想 也不会认为你有空间嘛 可是就是因为你没有结盟 就维持了一副这个 大家还是各凭自己的国家利益 来思考 比较像公道婆 所以他就会觉得你有空间 我们还是可以争取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因为这两场战争 对欧美来讲 掌握不住 然后分量够大的国家 就是俄罗斯跟伊朗 对 那跟这两个国家说得上话了 刚好都是中国 是 所以 我讲白了啦 这个战争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 那中国的外交筹码反而会增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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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